我們很高興今年還是有這麼多人修這堂課啦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堂課我們主要的學習目標 然後還有就是要怎麼評分之類的 好那我講一下就是我們這堂課這個主要的學習目標 就是希望大家未來是可以training這樣一個就是機器學習的模型 誒怎麼了有同學線上上課 那請問一下我要怎麼線上啊 他是確診喔 不然請他看錄影好不好 反正我們這個會錄影啦就是請他看錄影好了 好謝謝你的提醒啊這個真的是非常困難啊 這個現在疫情這樣子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 這樣子要怎麼辦 好那我要講一下這堂課的學習目標是什麼啦 就是你要發展一個機器學習演算法 好那這個東西啊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範圍在什麼啦 就是這個大概就是一個一種人工智慧啦 不過因為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就是 技術上限制啊可能沒有辦法在一個學期 學習學這麼多東西啦 所以我們這種機器學習演算法 主要是從數值型態的資料開始 好我換個講法就是現在你們可能會知道說 舉例來說可能會 呃這個 你們有用iPhone的就知道跟Siri講一句話 他就會回你一句話嘛對不對 可是這個有點難 就是這個可能不是一個學期可以解決的 好那如果你想要做到 呃跟Siri講一句話 然後他就要又要把 回你一句話 這個大概需要經過多少個步驟咧 你可能需要先把文字把它轉換成數值 怎麼轉換成數值呢 舉例來說有沒有出現 舉例來說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有沒有出現什麼字 類似這樣的方法 當然這個轉換的方法有很多啦 就是我現在是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那接著呢 經過一個數學模型之後 你們就是要學這個數值 然後經過這個數學模型之後 然後你們可能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說 你講的這句話大概是第一種意思 還是第二種意思 還是第三種意思 大概簡化版的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意思 然後再還原成一句話給你 那這一部分我們又沒有要學了 就是我們這一個學期的學期目標 就是數值到數值的這樣的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這個呃 我在上課的時候啊 我會上說這個呃就是 呃程式員的部分我會教 就是很很就是我會教的有點快 然後也算是 欸就是 呃就是 其實呃不用完全學會也沒有關係 因為 就是同樣的walk 我會找一節課 然後請那個就是請一個老師來教你們 怎麼樣 做這件事情不用寫程式語言 因為我們學校買了一個軟體啦 然後你可以直接用那個東西就可以直接做了 好但是喔但是這樣子就是你 就是你就不會去改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但是但是學習學會程式語言不是必須的啦 這樣懂我意思 好那當然如果你可以跟得上我們學程式語言的話 因為我在上課的過程中我也會講說 每一個這些每一個這個演算法 它背後的數學人理是長成什麼樣子 當然我是很希望你們可以跟上的好不好 那期末就是這堂課沒有其中作業 啊期末作業啊就是說 欸我會給我會給你們一筆資料 然後這筆資料你們要 你們就不管怎麼樣 你們就去建立一個數學模型 那預測 建立完了之後你們一定可以給一個預測嘛 對不對 然後你們把這個預測跟 我會給你們一個網站 跟答案做比較 那你們得到幾分就有幾分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的預測有多準 那幾分就有幾分 那我先跟大家講啦 那個 預測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如果你全部都學會了 欸其實你不用到全部學會了 你就隨便學會 我們可能會教10個egonism 你們隨便用其中一個 大概要拿到80%的準確度都不會太難啦 那你們的學長大概 最好的 之前最好的大概可以拿到90到91 那你們會說那中間還有9分怎麼辦 我們課堂會有一些練習題啊什麼的 如果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隨機的問題啊這樣子 那如果你可以完成的話就會 有時候就會總成績直接加1分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欸 結果原來是 我是要在這裡做客人介紹 好 那個 這樣大家應該沒有問題了嗎 好 那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重點啊 就是 呃 因為你們就是 在高中的時候啊 大概 一定是會有學過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你們這個我應該是 已經很多堂課了 我應該都知道你們有學過什麼了 那有一些啊 其實你們還沒學到 他可能是你們下學期要上生物統計的時候 才會學到的 就是進階回歸 但是他其實也是統計方法 那我們會先教到 就我們這堂課先教到啊 到時候如果你這裡這裡學得很熟 那你在下學期學生物統計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覺得還好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們還會教一些更 複雜的 非線性模型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解 就是數學的解法 這個叫求近視解 在以前啊 你們 我應該是可以想 呃 就是就我對目前高中課程的了解 你們是108課綱了嗎 喔已經是喔 那你們有教近視解了嗎 就是 你 我們現在不是在解方程式的時候 然後 假如說你們 公視解就鐵定式精確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已經開始 你們有學到近視解了嗎 好可能沒有 好不好 我會教你們怎麼求近視解 因為實際上在做就是 呃 運算的時候 你們應該知道 假如說 那個二元連 那個什麼 就是二次式是有 那個公視解的嘛 對不對 那五次式有沒有公視解 沒有公視解對不對 那如果我想求的時候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求 所以我只能夠求近視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會教 這堂課有一個數學的重點 就是教大家求近視解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 五次式 你會覺得五次式怎麼會遇到 我告訴你們 我們這次上課遇到的式子 大概可能 經常會超過五次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 我只是隨便講五次啊 好 那我要跟你們講 就是這堂課 那我寫的語言啊 是阿語言 不過喔 就是 你如果不想學阿語言 也沒有關係 那你們 我上課上到阿語言的部分 你就跳過沒有關係 你就只要知道 那個東西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啊我已經講了 就是之後 反正我會 就是我們學校買了一個軟體啦 就是讓你們 容易上手操作的 讓你們體驗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做作業 你要做那個期末的報告 不用那個就是 其實你不用寫程式語言 你一樣可以做出來 這樣可以轉過的意思喔 好 那那個 就是我 首先啊 就是如果你要 就是如果你願意花些時間 然後跟著我一起做阿語言的話 那就是 你可以先下載 那 這個 如果是用自己的筆電 不過我看你們好像沒有人帶自己的筆電 沒有關係 那個 你們 桌面上應該都有阿語言的程式了 就是學校的電腦教室 每一台應該都已經管阿語言 等下直接打開它就好了 這樣可以齁 啊我們先試一下好不好 先確定一下 讓我們全部都打開 打開的同學應該會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喔 啊 那個 我想 我這樣好了啦 就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兩個長不一樣嗎 我一個是用網頁開的 一個是用這個對不對 那個 等一下就是 呃 等一下就是我 能夠打開這個的先在這上面操作好不好 就是 因為 你們到時候用自己的電腦應該是會長這個樣子的 那那個沒有的話 那個 沒有 等一下電腦裡面沒有的 因為有一些人的電腦沒有嘛 對不對 我開那個網頁版的給你們好不好 然後教你們怎麼樣用那個網頁版的 你們要打帳號密碼進去的 那這個是學校的Server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那我要 我們很簡單的是先這個樣子 就是 呃你大概 看完之後 你在這個這個裡面 你可以 寫一些程式 那你可以寫什麼 你可以寫1加1 這就夠簡單了吧 或者2加2 好這個 就是你把當計算機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齁 好那 如果這種這種程式語言啊 叫做 交談式的程式語言 就 你們這一屆 應該說 你們這一屆就是 應該會 所有人應該都會選一個屬期的程 欸 就是會有一個 你們這一屆程式語言應該是必修啦 就是 啊程式語言是必修 可是啊 如果說你有選修什麼 就是 呃 必修的時間在屬期 就是 你們應該是二升三的暑假 一定要上程式語言的課 可是 如果你們有先選擇 阿圓或 Python 或者是任何一節跟程式設計有關的課 那你們 那個屬期 那個二升三 就是有三週的時間 你們就可以不用上程式語言的課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可以跟你們同學講一下 就是 因為就是 呃 你們這一屆 應該是上 你們的上屆開始 二年級那一屆就 都要必修了這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 好 然後那個 呃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種交談式的程式語言 是怎麼這樣去運作的 就是 你給他一個問題 他就會回答你 不是所有程式語言都是這個樣子 呃 大部分 就是 之後你們可能選到了 像Python也有點像交談式的程式語言 但就是 呃 有一些程式 程式語言 就是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接觸過 他可能要 你寫好這些 固定邏輯之後 他是直接執行語法 那沒有辦法 就這麼容易的交談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你如果想要 把東西 就是 做計算機的這些功能的話 大概你可能也不會想要開程式語言 好所以 我們要講一下就是 在做這個程式語言 阿語言裡面 呃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第一個是物件 你要把 舉例來說 我現在這一行程式嘛 我先複製貼上過來喔 那複製貼上過來之後啊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語法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的意思是 把右邊的東西變到左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你可以用等於去替代他 你可以這樣寫 這樣寫 意思是一樣的 好然後 然後阿語言啊 他除了是交談式的程式語言以外 他還有一個特色 他是 函數驅動的語言 什麼叫函數驅動的語言呢 就是 你的右邊一定是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喔 就是 跟數學那個函數意思 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很接近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他英文也叫Function 他意思 舉例來說 阿語言裡面的Function 他的特點是 一個 英文或者是 反正一串 按描述 然後之後會有個小括號 小括號中間 小括號裡面會有痘點 痘點 痘點 痘點代表的是 區分不同的input 舉例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程式員的意思 這一行的實際意思是說 我把87 87就是數字啦 這個就是我的第一個input 跟我的78 把它丟入C 這個函數裡面 那C這個函數是什麼呢 C這個函數是combine的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就是把這兩盒在一起 把這兩盒在一起之後 丟到 左手邊 左手邊叫NUMS 這是我新給他的一個物件名稱 注意一下 在我打下這行以前 右手邊 是沒有東西的喔 這樣可以吧 當我打下這行以後 你看到了沒 右手邊是不是出現了一個物件 這樣可以齁 這個物件的名字 就是NUMS 那 這個你要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那它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87跟78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 就是 這個 就是如果你不要打print的話 其實 東西也可以直接出來 就來說你直接 NUMS 它東西也會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齁 應該是很簡單的概念 好 那我這邊先做一些簡單的操作 啊這樣子 等一下 就是 就是我等一下上到練習題 給大家練習的時候 那些 自己的電腦裡面 沒有那個阿圓的 就是 學校的電腦裡面沒有阿圓的 那些人 我就開網頁版的給你們 好不好 那你想要用網頁版的也可以 就是你 就算學校的電腦有 你以後可能換位子 你想要用網頁版的也沒有問題 好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理解剛剛那兩行的話 剛那一行的意思的話 這兩行意思 這個 是不是就非常簡單 好 就是 你把 你現在有一個物件叫 First News 就是Numerics 我寫簡稱好不好 第一 First News 然後跟 Second News 那你把什麼 11 這個冒號你沒有看過嗎 對不對 冒號就是11到13的意思 這樣東西 那就11 12 13 我通通都丟到這邊 那他就是有三個元素 這個物件裡面有三個元素 這個物件裡面有三個元素 Enter了以後 你現在看到右手邊 我是不是有這兩個物件 看到了對吧 這兩個物件元素都是三個 我可以直接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做法是這樣子 這樣我是不是 每一個元素 按元素相加 這樣可以理解 好那 加可以 那減當然就可以了 成當然也是可以 除當然也是可以 這個大概不難理解吧 這個應該很容易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一些 比較神奇的東西 這個符號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符號是什麼 你們觀察得出來嗎 好你們第一個元素是 十一十二十三嘛 然後第二個元素是 一二三 所以這個符號是什麼 其實是次方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就是幾次方 這個十一的一次方 十二的二次方 十三的三次方 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符號這個意思 那 有一個另外 這個符號跟前面那個 符號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好都是次方意思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符號是什麼 這個符號是什麼 你們猜得出來嗎 你們猜得出來嗎 整廚 這個 呃 不能叫整廚啦 就是 那個 處法出來的商嘛 就商的部分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 這個符號 是 餘數 如果你只想要餘數的話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了解 好這個 有很多就是運算符號 那 大家猜猜他分別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呃不用特別記 因為實際上 呃你以後 學寫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們目標並不是 呃 讓大家記 就是什麼 呃200個盤數 其實你要知道 他都是基本的東西 組合起來的 你真的想要求 商的時候 你難道不能從處法 你把他的整數部分 留下來嗎 其實也可以嘛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要求餘數 那就是小數部分 然後你再把它 乘回他的那個 就是除數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其實 其實就是 只是你現在可能 不知道要怎麼組合他 但他其實不用記 那麼多東西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 這件事情 就是一定大家都要做到的 因為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大家可以先下載 好這邊下載這個檔案以後 我們先點開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這筆Data我們 這個學期所有的課 幾乎都是圍繞這個Data在做的 這樣可以嗎 我先要帶大家 很了解一下這個Data是什麼 這個Data是每筆 就是每個RAW 每個RAW就是一個病人 那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 他這個病人 他會有一些狀態 比如說前面這個AMI AMI是什麼意思 你們不需要知道 它是 Acute Myocardial Infection 急性心肌梗塞 那這個 STEMI的意思就是 它是 某一種急性心肌梗塞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Not AMI 就是 不是急性心肌梗塞 那這邊有 NSTEMI 這個就是 第二種心肌梗塞 所以這邊總共有三個 疾病的種類 疾病狀態的種類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大概可以想像 我們的目標 一定就是用 很多這些什麼 性別 年齡 然後還有Rate 是它的這個心跳 心跳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 PR這個數值 這些數值 你們不知道是什麼 也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的目標就是 我們要後面這一堆東西 後面這一堆東西 去預測前面的這些東西 那第一個是AMI 就是 急性心肌梗塞 預測它是不是急性心肌梗塞 第二個是 甲離子 K是那個甲 就是 甲是那個 金屬元素那個甲 Potassium 這個是甲離子的濃度 那你要用這些東西 去預測甲離子的濃度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三個類別的 任務對不對 所以你預測它的時候就是 三類別的 分類任務 預測它的時候 就是一個 連續的 連續數值的預測 預測它呢 它要嘛是0 要嘛是1 LVD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左心式功能異常 左心式功能異常 這樣的一個任務 就是一個二元的分類任務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TAN跟DEX呢 這個比較特別 這是一個 純活分析的 任務 這個TAN跟DEX 這個意思是 過了642天 這個人沒有死 過了3天 這個人沒有死 過了8天 這個人死了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 舉例來說 有一個人過了2天之後死掉 跟一個人過了8天之後死掉 請問一下誰活得比較久 8天之後死掉的活得比較久 對不對 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再問一下 過了8天之後死掉 跟過了463天之後沒有死 這個誰活得比較久 463天之後沒有死的活得比較久 對不對 好那我問一下 3600天之後沒有死 跟308天之後沒有死 請問一下誰活得比較久 欸我不知道 因為 數據只有告訴我308天之後他沒有死 沒有告訴我 這個人搞不好 第三天 六百零一天的時候就死了 對不對 但這個人搞不好 過了第4千天還是沒有死 只是 因為 我在收集數據的時候 我沒有收集到他 所以我是不知道 所以這種數據很特別喔 這種數據是紀錄這個人有沒有死亡的數據 這種數據 到時候我們會在大概 我要看一下課表 我忘記第7課還是第8課的時候 我們才會特別教這種數據 要怎麼去分析 你們現在只要知道說 為什麼他要用兩個欄位去記錄他 因為我沒有辦法區分這兩個病人 誰比較 誰比較 就是誰比較早死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 能夠確定的只有這些 甚至假如說一天之後沒死 我連他跟他 誰比較壞死我都不知道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齁 好 我想大概數據介紹到這樣 你把數據下載 完了以後 你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它讀進 程式員裡面 你如果不把它讀進去的話 這樣子 你後面做什麼事情 都是沒有意義的 好 怎麼讀檔呢 請你 把你的檔案 放到 你現在右手邊應該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 就是你右手邊應該會有一個 等我一下 就是我剛剛點到了上一層的資料夾 你等一下 點完之後 你的右手邊應該會有資料夾序 然後 你看一下 你把你的檔案放在這裡 你要怎麼把你的檔案放在這裡呢 你可能要去 你可能要去 我的文件 然後 我的文件 你可能丟在這裡 你就會在這裡看到它 這樣懂 因為我是用線上版的 所以我那邊沒有檔案 但是如果你是用單機版的 你把它丟到我的文件下面 你就會看到它了 這樣下載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 你要怎麼讀它呢 好 data 等於 read.csv 小括號 這個顯然 read.csv 是一個函數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說 特徵就是 函數驅動的 這個函數的特徵就是 用小括號 去包它的input 這樣懂我意思啊 第一個input 是它的檔名 這個檔名要用雙引號把它 括號住 這就是我的檔名 我看到它了 對不對 接下來 header 等於 true 代表第一個roll 是它的column name 這樣可以了解 接下來 file encoder encoding CP950 你們如果是用Mac的電腦 你們開啟那個檔案應該會看到一堆亂嗎 因為Mac的電腦 這個就是在讀中文的時候用的方法跟這個 就是它的編號跟那個就是 Windows電腦是不一樣的 你們現在可能聽不懂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 就是 你應該可以想像 就是在電腦裡面存數據 存0101之類的數據吧 好那我問一下 我怎麼去記錄說 這個 零清這兩個字 我怎麼 零清這兩個字在電腦裡面是怎麼顯示的 他只能記01 0101啊對不對 所以 01 0101 01 如果用64個0跟1 組合起來 它是不是只有2的64四方總組合 可以接受吧 在電腦裡面一個中文字 或者一個英文字 就是用64個0跟1去組合 那所以說我需要有個字典 去定義說 主要說第27821個字 它可能是0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第 主要說475812 那可能是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Mac用的那個字典 Mac電腦用的那個字典 和Windows電腦用的那個字典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用Mac開Windows檔案 有時候會看到亂碼 用Windows開Mac電腦的檔案 有時候會看到亂碼 那我怎麼去指定我現在用哪一本字典呢 這個File Encoding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我要用CP950這一本字典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那後面後面都是比較不重要的語法啦 好不好 後面都是我看到 什麼是NA 我空白什麼字都沒打就是NA NA就是那一格沒有數據 你們剛剛應該看到很多 那個data裡面有很多洞嘛 對不對 好 然後 Screen as Factors 這意思是說 我讀上來的檔案 如果是 這個我全部把它讀成這個 就是 文字 我不要讓它變成Factor Factor是一個 就是阿源裡面一個很特別的 這個就是 資料格式 那我這邊先不講 你只要知道它很麻煩就好了 然後我把它讀進來 我按下Enter之後 你會不會看到 這裡是不是就有一個Data 這是我剛剛讀進來的物件 它有5000個 Observations 然後有46個Variables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看Data 我們用head head這個函數 然後把Data放進去 head就是指看它前六行 欸 我剛剛是不是把它讀進來了 好 我希望各位同學先做到這一步好不好 我們先暫停一下 讓各位同學做到這一步 好 我們繼續阿 這個檔案都讀進來了 對不對 這一步是花最久時間的 因為 就是大家一開始不熟悉 對不對 讀進來以後 像 class 這個是不是就是 又是一個函數 對不對 class 它有小括號又是一個函數 對不對 你可以試著打class看看 它會回答你DataFrame 這是什麼意思 class這個函數 是在告訴你說這個物件的屬性是什麼 好 那同樣的道理 剛剛這裡面是不是有 NUMS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他告訴我 這是Numeric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 這個head 就是我們剛剛看前六行的這個函數 那其實不重要 這個這些 這些語法 這個語法 其實不會也不會怎麼樣 這樣可以齁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重要的操作 就是比較重要的操作是什麼 就是這邊有個運算子 叫做 這個 就是這個錢的符號 這錢的符號 你仔細看喔 你打Data的時候 你如果打這個錢的符號 後面出來的這些東西 你剛剛在Excel裡面 是不是看到過了 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這個Data裡面 這個物件裡面 它是有一些 子元素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 就來說 你打AMI 你打ENTER之後 它是不是就出來 剛剛那個東西 什麼STEMIA 有的沒的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可是 你如果是剛剛那個NUMS 你打 它什麼都沒有出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沒有子元素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運算子 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它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那 你如果打 就來說 你其實可以把 Edge 這個 這一行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把Data裡面的Edge 把它存到X裡面 我現在打下ENTER之後 本來是沒有X的喔 現在是不是就出現X了 這樣可以了解齁 那我現在打 class X 你發現 這個元素 是不是跟剛剛NUMS 是一樣的 它的屬性是一樣的 好所以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齁 那其實你不用 不用另存 你也可以操作 你直接問它 class Data裡面的Edge 是什麼class 它直接告訴你 也是一樣的答案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可以試試看其他的 變數啦 那 主要說 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你想要問它 Data裡面的Gender是什麼東西 你按下ENTER之後 它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意思 文字嗎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它是文字的意思 那文字 我們 我們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了什麼是 我們這一節課的學習目標是 建立函數 從數值到數值 你可以從數值到文字嗎 或是從文字到文字 就算這個文字再怎麼簡單也不行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那這一串文字是什麼咧 我們剛剛回頭來看一下 雖然文字其實非常簡單嘛 它不是Mail 就是Femail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簡單一點 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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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ail就是 0 或是1 然後Mail就是1 這樣子 我就用數值去代表它 就隨便給它一個數值去代表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可以齁 那我要怎麼做這樣子的一個轉換呢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是對文字 我們如果想要把它轉成 我們把它轉成到類別 類別變相 Categorical variable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就是高中我們有教過這個turn 有嗎 沒有 好沒關係 那沒有就是你們要重新學到這個turn 這turn的意思是 就是variable的意思啊 是變數的意思 就變相變數的意思 這個意思 假如說剛剛data裡面的每一個 46這些每一個欄位 你都可以把它叫一個variable 這樣知道variable這個turn的意思 好那 這個variable兩種 一種是 這種 你看它是數值型態的 這就是 continuous variable 連續的變數 那如果是這種 文字的文字當然它不是個variable 可是當我要把它轉成不同類別的時候 那我可以叫它 categorical variable 那我需要怎麼轉呢 我需要as factor as.xxx 是哪 那個xx你可以as numeric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 所以as.xxx就是來改變狀態的 你看喔 我來做 我這堂是什麼意思 我把data裡面的gender 經過as factor之後 把它變成 又是data裡面的gender 所以這是覆蓋的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 好按下enter以後 你看喔 我現在右邊長這樣 我按下enter以後 右邊有改變嗎 沒有任何改變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你在改data裡面的小東西 裡面的東西 所以它沒有任何改變 你現在看class gender 它回答你是不是變factor 好 你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差別啊 這有什麼差別嗎 來差別在這裡啊 這個有一個函數叫levels 它本來啊 它現在你打它的話 就會出現female跟male 這個是factor的專用函數 我這樣講好了 我現在再把 這個把它改回去 好 我們再看一下class 它是不是變回文字了 這個時候你打levels 它什麼都不會回答你 因為這個levels是factor的專用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當我要把它改成類別變相的時候 levels可以告訴我 它是哪些類別 類別1是什麼意思 類別2是什麼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現在把它改回factor 這個時候 class是不是就factor了 然後我再打levels 它就可以用了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好 好 那我還有什麼 比較重要函數可以操作咧 還有一個重要函數叫lens 這個lens啊 是問說 這個lens的意思就是長度嘛 好 lens data裡面的gender gender 回答什麼 5000 data裡面的gender 它是一個factor對不對 那無論如何 factor在阿元裡面 這種一維的factor 我們把它叫向量 向量的長度 就是它有幾個元素的意思 所以長度就是問它裡面有幾個元素 這樣懂了 那裡面5000個元素 這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就是如果想要知道data裡面的gender 有幾個類別 那我要怎麼做 首先我要先告訴我有哪些類別 對不對 levels是不是告訴我有哪些類別 這邊有哪些類別 它回答我是不是1 2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可以怎麼做咧 來你看 我可以先把它 這意思是什麼 我把 這個 每一個把這些類別 把它的名字把它存成LVL 對不對 好 按下Enter之後 這個LVL是不是出來了 LVL你看它的class 是什麼 是文字對不對 你在看LVL print出來 它是不是就是這個 好 那你現在是不是可以用lens 它回到2 2是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的長度是2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 類別的 的集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描述類別的集合嗎 所以 這兩個函數 把它集合在一起用 是在告訴我什麼 這個gender裡面有幾個類別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 兩個函數一起用 函數的組合 它到底有什麼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在之前我們是 沒有去做函數組合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到這裡好不好 先讓你們貼到這裡為止 這個應該不用花太多時間 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貼一貼 就稍微貼一貼感受一下 這樣就好了 好那我們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就是新增變數 要怎麼做咧 來 這個符號可以拿來做新增變數 你如果 你看一下我們本來的data 它是不是46個variable 可以齁 我們再用head來看一下它 是不是增加了seq 這個東西 我現在 這一行意思是什麼咧 1到5000 把它 丟到data裡面的seq 這裡沒有seq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當我按下Enter之後 46是不是就變47了 那我再看一下head 是不是增加了seq 這個東西 好那如果增加 我這邊打seq 2 又是1到500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我們再看一次head 這邊是不是又多了seq 2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如果這邊打seq 3 1到4000 這樣可不可以 我們打Enter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這個data這個資料表 你有5000個元素 你不能夠 丟進 小5000的 長度的 想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可是啊 我們來看一下 1到2500可不可以啊 為什麼1到2500可以啊 因為 2500跟5000 他剛好可以整除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 你丟給他是1到2500 他就會自己 以為 說這個 你的意思就是 前面2500 就是1到2500 那後面2500 也是1到2500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用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來給大家看 1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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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也是可以被整除嘛 所以從第六個元素開始 又是1對不對 我再打seq 看到呢 123451 他以此類推排下去 這樣懂我意思齁 所以說 要產生新的variable的話 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我剛剛的意思了 這邊不用看 無法整除的話 就是出現error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練習題了 這練習題就是一樣啊 就是 大家可以試著做一下 那我們現在 想要完成下練目標 大家看一下我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 我想要增加一個新變數 增加新變數要怎麼做 我剛剛是不是示範了 用這種方式去增加 右邊不管是什麼嘛 對不對 右邊不管是什麼 也可以是一個函數 也可以是某些運算的方法 你要去增加一個新變數的話 就是用這種方式 對吧 好然後 我要增加什麼勒 用pr-rate 用pr-rate 產生一個新變數 丟到data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有一點概念的話 你應該想像得出來要怎麼做了 第二個任務是 這個data裡面有個變數 叫reason.1 這裡對不對 reason.1 這裡是0 有時候是0 有時候是1 這裡是reason.2 有時候是0 有時候是1 我想要 新增一個變相 這個變相 需要滿足這個規則 reason.1等於0 reason.2等於0的時候 grouper就等於0 1 01的時候grouper等於1 10grouper等於2 11grouper等於3 想一下怎麼操作 這兩個應該都不會太難了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題目比較簡單一點 第一個題目是 考驗你對 我剛剛講的東西的理解程度 你的關鍵是你需要用pr-rate 可是你叫出pr嗎 你現在這邊打pr 是不是什麼都叫不出來 為什麼叫不出來 因為你的右手邊根本沒有pr 對不對 那你右手邊根本沒有pr 你的pr到底在哪裡 你的pr實際上是藏在data裡面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叫出pr的話 你需要data 然後pr 這樣你才會叫出一個東西 叫pr對吧 好那rate呢 rate一樣嘛 這樣才有rate對不對 所以你要pr-rate 你是不是要打pr-rate 你這樣才有辦法相剪 你這樣才有辦法相剪 好把這個東西 傳到 data裡面產生一個新變數 好叫diff好了 好這樣子 我現在看data裡面 是不是就產生這個diff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所以關鍵是你要夠了解 資料的基礎結構 好那第二題稍微難一點 好你現在要組合1跟2 好組合1跟2 這個 直接這個直接相加沒什麼用 對不對 直接相加為什麼沒什麼用 直接相加的話00會加成多少1 對不對 那01呢 加成1 10呢還是加成1啊 所以會變0 1 1 2 對不對 好那聰明的你一定知道啦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組成0 1 2 3 是不是 這個乘以2 加上這個 加上這個 這個乘以2加上這個的話 這樣是不是就是2了 這樣是不是就是3了 好我要跟大家講的這個觀念很重要喔 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我這個condition 因為他總共那4種condition 總共那4種condition 如果我要組合成 0001 那怎麼辦 我這邊要組合成0001 這樣怎麼辦 相成 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意思嗎 我如果這邊想要選0001 那就是相成嘛 對不對 好那我問大家一件事 如果想要組成0110 那怎麼辦 來趕快 來趕快 有沒有人要講的 這個答對加1分 0110 來請講來舉手來請講 絕對值沒有交啊 不算 再來想 好絕對值沒有交 那你要怎麼取絕對值 等一下給你一個上次的機會 看怎麼取絕對值 啊想不到 好跳過來換你 啊 相減然後平方 欸相減然後平方可以嗎 可以耶 對不對 欸其實你剛剛講絕對值跟平方一值不一樣 對不對 欸其實很好啊 來來那個 均衡把它 記起來好不好 把它的絕號記起來 那個 給註教一下你的個人資料 好不好 好 啊那個 絕對值那個 給0.5分好了 也把它記起來 好欸很好就是 這樣大家知道了吧 其實這個 東西 他說穿的其實就是 這個 就是 邏輯 這個就是運算思維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 之後你們會遇到很多 很多你們可能 第一時間你想取絕對值 其實取絕對值 你可能 你可能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很快的想 其實就是 平方在開根號嘛 對不對 只是說剛好以這個case來講 他不需要開根號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我們的條件啊 李俊河到底有沒有寄他們的名字啊 到底有沒有寄他們學號 好啦好啦這個俊河等一下再寄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交的一個關鍵叫邏輯級 邏輯級是什麼咧 就是 true跟false 在r圓裡面true跟false就是 你大家可以想像他就是用一個位元去記錄的東西嘛 好 true跟false他的class是叫logical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去產生true跟false 除了你自己打出來以外 這邊有好幾個符號 這邊有什麼咧 等於等於 代表左邊跟右邊是不是相等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然後 金灘號等於就是不等於 大於 大於等於小於 小於等於 這個你們大概都可以想像啦 對不對 好 percent in percent這個比較難 這個是說 左邊的東西是否包含右邊 是否右邊的東西在左邊 什麼意思呢等一下我們來示範 好 然後 金灘號就是不是的意思 就是你想要把你的所有邏輯值 全部換掉 假設你本來是true 你給他前面加個金灘號 他是不是就變false了 你想要把一排 邏輯值換成反向 就加金灘號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8大於7 他回答我當然是true嘛對不對 那6是否 6大於7勒 他回答我當然就是false 6等於等於7 當然是不等於 當然是false嘛對不對 6驚嘆號7 驚嘆號7 驚嘆號7是什麼意思 驚嘆號等於是不等於嘛對不對 所以他會回答tru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percent in percent稍微難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7 percent in percent87 true 代表什麼意思 7有出現在後面 那9呢 沒有 那我們再複雜一點 9 10 percent in percent87 false false 98 false false true 好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 這一些基本運算符號 總共就這幾個而已 好不用 不用記的太認真 因為這些你們一定都會嘛對不對 好所以 不要管他 我們來繼續來看 percent in percent要特別記 因為經常會用到他 他功能很強嘛 對不對 因為他一次可以算好幾個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你把一串邏輯值 true true false false true 然後跟y 把他合在一起 用什麼方法合在一起 用中括號 中括號是r裡面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括號總共就只有小括號 中括號跟大括號嘛 對不對 在r圓裡面小括號就是函數 小括號就是函數 中括號就是鎖引 大括號就是把一堆語法合在一起 就是大括號 這樣可以了解 那所以大括號比較不重要 他就是包成一包 就是大括號 那這個中括號很重要哦 我們來看一下中括號可以做什麼 y 然後中括號就是代表我要用 中括號裡面的條件 去鎖引y 中括號裡面條件是 true tru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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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對不對 他鎖引y 鎖引出來六七十 代表什麼 9跟8被有去掉了 鎖引的意思是我要鎖引有true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如果你了解這樣的條件之後 你先想看 你如果打y 小於8的話 會出現什麼東西 true true false true false 那你如果y y 小於等於8 那這樣出來是什麼 你把小於等於8的數字都給我弄出來 這樣的一個組合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嗎 重點不是把這兩個組合起來那個意思哦 你要先了解y小於等於8 他出來是這串邏輯向量 我用這串邏輯向量 去鎖引y本人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觀念很重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學會這個以後 有時候條件是要交集或連集的啊 交集就是這個符號 連集就是這個符號 這個就是and 這個就是or 這樣可以了解哦 這個符號怎麼打出來呢 看一下你的enter上面有一個鍵 shift那個鍵 就是這個符號 這樣可以了解 你應該看的到吧 在enter上面那個鍵 enter上面那個右手邊那個鍵 好這樣可以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試著來 來看看這個就是 哎就是 呃就是 我們來試著看看就是要怎麼去 組合他 來y小於等於8 同時6帶2 哎為什麼要6帶2啊 沒有好像沒有意義啊 6帶2本來就是6永遠都帶2啊 所以這樣的連集是沒有意義的 我可能想要打y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打成那個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y大於8或者是y小於等於6 出來是什麼 就是其實就是y 小於等於6 那其實就只有6 6是滿足的嘛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大於8 那是90嘛 所以他出來就是true force true force true 這樣可以吧 答案是一樣對吧 可以接受 好 那你把它拿來當鎖影 你把它拿來當鎖影出來的值 就是那些符合你條件的值 這樣可以齁 好鎖影可以拿來做什麼事呢 鎖影可以拿來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可以把 剛剛那個data不是全部的data 不是有5000筆data嗎 我想要把 滿足LVD等於0的把它挑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你的subdata 是不是只剩下 4050筆 這樣可以理解吧 你現在打head看看 subdata 看到了嗎 是不是只剩下0 還有什麼 na 為什麼 因為他的他除了0還有na 這樣都會是吧 na na你問他 是不是等於等於0 他不知道所以他就給你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要怎麼 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來看 現在LVD 裡面是不是有 不是1的 就是不是0的 我要怎麼看 我先把它變factor 然後這樣levels去求 他現在到底有哪些類別 這樣子的話 看到了嗎他只有0 所以他沒有1了對不對 那na na不算 這樣可以了解 好 那這個 呃 你可以這個 就是你 這個符號可以用 中括號 這樣子來做 什麼意思呢 中括號 你剛剛看到我在打這行的時候 中括號中間是不是有豆點 還記不記得剛剛我在說 小括號函數用豆點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裡面有好幾個input 中括號的豆點 在宣稱維度 你在對第一個 第一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就是raw 你在對第一個維度做selection 還是你在對第二個維度做selection 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select第二個維度 你要怎麼做 你可以這樣 你剛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的第一個維度 跟第二個維度是什麼 你看到了吧 第一個維度就是這個 就是第幾個個案對不對 第二個維度是什麼 是不是column 那其實我可以這樣做 一樣可以做選擇 lvd 好這次我就要選這一行 這一個的意思 和這一個的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你只要選一個學會就好了 你不用多學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然後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好那 你會發現裡面有na 那我們要怎麼去掉na 來使用 這個percent percent就可以去掉na 因為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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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去問說他是不是等於 那不等於0 na也不等於0 對不對 可是percent in percent是什麼意思 是說他必須出現在右邊 所以他就是完全是na 完全是0他才會留下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percent in percent跟等於等於 有時候看起來很像 可是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把subdata改成 percent in percent 0 我們來看一下 本來是4050個data對不對 當我們打下這個以後 你會發現na不見了對不對 剩下的都是0 看他剩下幾筆 1162筆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當你想要做 percent in percent 跟等於等於他的意思不一樣的意思 你們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吧 好 好那這個索引不是只有 索引可以拿來索引變數名稱嗎 這個我剛剛已經學會了對不對 那如果我想要一次放兩個變數名稱 那我要怎麼辦 我不能夠 K 豆點LVD 如果你在中括號裡面連續打兩個豆點 他會以為這個物件有三個維度 這樣懂我意思 所以我要先用 C 把K跟LVD包在一起才能索引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我不能直接這樣打 我這樣直接打的時候 他會以為 這個data總共有三個維度 有raw column 然後還有第三個維度 那第一個維度我要選 我不選 第二個維度我要選K 第三個維度我要選LVD 可是你的意思不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在第二個維度裡面 把LVD跟K選起來 所以位置你需要把它包起來 你需要把這兩個東西包起來 怎麼包咧 C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C是什麼 combine 好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 好那這個你可以選1到6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 呃就是前六個那個 前六個raw把它選出來 這個我就不示範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R裡面使用索引是相當的複雜 但是這個 哎就是 但是這個就是 我現在教大家這些東西 大家不用去speak 大家反正到時候都有語法 大家透過練習就會 掌握這個 你要怎麼去索引他了 索引是很重要的能力哦 因為你必須選擇正確的東西 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 我們這樣的意思是什麼咧 我想要選擇 第一個 第6個 第7個 第9個 第11個 第15個個 個案 那我把它變成一個IDX 然後我用IDX去索引他 所以索引不只可以放True跟False 也可以放第幾個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哦 好那這個 這個你現在一定會覺得很複雜啦 不過沒有關係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你到時候遇到的時候 你在學習就好 這個程式都是這樣 你現在背一堆公理規則是沒有意義的 好你現在看一下我這邊在示範什麼事情呢 我用這種方式去索引 跟用這種方式去索引 索引到的人 不一樣對不對 索引到的人不一樣 你看這裡就不一樣 這邊是11518283448對不對 那這裡是什麼 16791115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裡我用的是文字去索引 這裡我用的是數值去索引 用數值去索引的時候 就是告訴他是第幾個RAW 用文字去索引的時候 是告訴他你要滿足他的RAWNAME 這是他的RAWNAM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在DATA裡面 他的RAWNAME跟他的數字剛好是一樣的 可是在SubDATA裡面 因為你剛剛做了一個選擇嘛對不對 他的個案名稱 和他的這個列數就會不一樣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我看大家 樣子就是好像不是很了解 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快要到練習題了 等一下就可以測試 你是不是真的會 好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LVD換成 aspector 變成levels 現在我在DATA層次做操作喔 注意一件事情 剛剛我的SubDATA 現在我的LVD 總共有兩個level對不對 我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在SubDATA裡面 SubDATA 他現在是不是只有0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選擇過了 我只要0在裡面 好現在我在做一件事情 我把SubDATA改成 現在的DATA用LVD屬於0的去選擇 我現在看到的SubDATA 他的LVD是不是還是只有0 可是這個時候 當你再做一次 LevelsSubDATA的時候 你做剛剛跟剛剛完全一樣的舉法 你再做一次 你發現什麼 為什麼又有1了 可是他實際上根本就沒有1啊 SubDATA裡面的LVD沒有1啊 全部都是0啊 那為什麼這裡會有0跟1 因為Factor這個東西是會繼承的 Factor這個東西 從大東西到小到SubDATA的時候 他繼承了他的Factor 他的類別被繼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需要把他的類別給洗掉的話 你需要先把它轉成文字 轉文字他就只剩0了嘛 對不對 然後再Factor 你就可以把他洗掉了 好 這個操作 你不需要 就是你 你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也不會怎麼樣 到時候遇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應用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好 那那個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 就是我們這邊上的有點快了 因為時間不太夠了 這個 呃 沒有給大家練習的時間 等一下給大家練習題再看 那這個我們不能先變成 數值再變回因子 來注意一下哦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你看哦 你現在 你現在他是 你看起來他是0嘛 對不對 但是當你把他 先把他變成 As Numeric 之後 你看他怎麼會變成1 原來是這個樣子 你現在看到0 實際上他是1 他是為什麼他是1 他是告訴你我是第一個 Level 所以他現在只是你看不到他而已 但是他是第一個Level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因子的儲存格式很特別 這個我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子這個東西在R裡面 就是他 呃 既好用又難用 好用就是他可以用Levels這個函數 難用就是 他的數值轉換什麼之類的 常常會就是會把新手搞的confused 所以我跟大家建議一件事 平常沒事就不要用factor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把檔案寫出這件事情並不難啊 你就直接把檔案寫出 data clean 好你看到了嗎 這邊是不是有個data clean 你如果是用網頁版的 你就勾選之後 這邊有個export就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下載產生了 那如果你是用單機版的 你直接在我的文件下面就可以找到他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練習題啦 請你找出下列目標 這個有點難啊 而且我們時間不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 這個 我直接給大家看答案 然後再大家趕快剩一些時間練習一下好不好 我們假定qtc一定比pr來的大 請你找出pr比qtc大的data 找出pr比qtc大的data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要怎麼做 實際上 你一定就是 把subdata 等於 這樣或等於都可以 data data裡面的 pr qtc qtc大於data裡面的pr 好這樣子 subdata總共有幾筆 這個subdata裡面有 欸等一下 qtc是大 找出違反這個規則的 所以是違反規則的是小於等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小於等於的有500多筆 我們來看一下他好不好 欸你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是na對不對 所以 小於等於我是沒有辦法找出na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掉na 我要怎麼去掉na 我要怎麼去掉na 你可以 做完subdata以後 你做完subdata以後 你再產生一個subsubdata 然後你把subdata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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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data裡面 你看看他的 這個 這個 qt qtc 他是不是na 你這樣子的話就是選出na嘛 對不對 然後你前面加個驚嘆號 是不是就是 只留下不是na的 好你看到了吧 你的subdata裡面 是不是就只剩下兩筆 兩筆data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欸就是你可以 就是 這個是我 我們 我用的組合 我先 做這件事情 這是另外一件做法 他是不是有三種可能性 要嘛是false 要嘛是na 要嘛是true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再問他這個quatira 我把它存成一個新的物件 叫quatira 這個quatira 是不是屬於處 這樣子的話 我也可以找出 只找出那兩筆 好 我剛剛這兩種方法都可以 看你用哪一種方法都 就是都可以接受 好請你稍微 run過這邊所有的語法 可以嗎 就是 就是從 前面 練習一結束之後 到這裡所有語法 你run一次 練習二答案 你不見得要 就是你不見得要這個就是 就是你不見得要直接照抄 我建議大家 聽過我講解之後 你試著自己親手打一次看看 沒有幾行嘛 對不對 自己打打看 看你是不是能夠理解我的意思 即使你已經看過答案 都不見得 能夠做得出來 包括 你可不可以用 交集 把這樣的condition 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你嘗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上課就上在這裡 那我現在就是因為已經 3點20已經要下課了 那可能大家 因為在下一節課3點半的時候 有計算機概論嗎 那所以大家練習10分鐘 或者可以直接下課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